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九五年开始 善利文编辑是抽身重头音乐行业 并因此减实了老婆胡贝瑞 与她相同的是 胡贝瑞也是歌手出道 当年被遇来翻版王妃的她也出过几张专辑 其中一张就是善利文创作的 然而随着音乐市场的不景气 胡贝瑞不得不放弃了歌手的梦想 签约TVB后 凭着与胡姓儿的情谊 慢慢和胡定琪姚子林等人组成了胡说八道会 这几年几个姐妹一起拍摄综艺 聚会玩乐 也真是博得了不少流量 而善利文也因为处境去开心宿地 名利商收 以往在电视剧中都是扮演尖角的她 终于成功组会好人 观众员也大大增强了 以前外出有的小朋友看见她会害怕 现在却会冲过来抱着她 看来雄树人一脚针 那深入人心 结婚二十一年 善利文与胡贝瑞的感情自然不用多说 被问及是否出现婚姻危机时 善利文笑颜的 早前有个很出名的风水师表示 如果去年还没生子的话 2020年就出现个小三 我都想知道这个预测准不准 其实说真的 我都想有小三的 看下自己能不能经过这个考验 不然这么多年感情生活都好像磁水一般 虽然去年两人没能开花结果 但善利文远见即将迈入六十大寿 再加上去年好友胡杏儿成功分年 对胡贝瑞的刺激都挺大 所以原本抗拒怀孕的她也改变主意 决定你46岁高龄做最后重次 所以最近两公婆都起立做运动 西纪能够快点造人成功 不过 我们再为人分析 就开始再说 并联合 然后我们再继续